AudioJungle AudioJungle 选出的桂林广为文化旅游文化产业公司,去年却自数负债15亿元人民币,约18.71亿港元,宣告破产申请债务重组。消息震惊外界,大陆传媒报道,破产原因疑似不当的关联担保和投资。 Aspigo等于WiAdoW,ABSBYGOOGLE,BUSH,广为文化,因陷入债务危机,严重资不抵债,于去年8月15日下,广西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。广西高院上月4日作出终审裁决,批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,由北京天创文,投研议有限公司,持有广为文化全部股权。 天创文投是一家国资背景的公司,承诺投入7.5亿元,约9.36亿港元,解决债务经常。广为文化破产重整管理人负责人表示,确认债权总额为15.8亿元,还有带定债权3亿元。 而去年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,广为文化的资产估值合计1.74亿元,难以覆盖巨大债务。 报道指,广为文化的债务,涉及20位主体,当中张艺谋和马云等云峰基金间接持股的官印象艺术发展公司,也是债权人。 被拖欠人民币4416.26亿元,约5500亿港元,事实上,印象,刘三姐,一直赚钱。 去年门票销售还创历史新高,票房总收入达2.1亿元,约2.62亿港元,净利润近1亿元,约1.25亿港元。 RBUGO等于WIDOW,ADSBYGOGOGLE,BUSH,赚钱但仍陷入破产。 据法院和股东透露,主要是广为文化,以不当的关联担保和投资。 广西高院民二亭亭厂,本案审判长蒋太人谢史,一是公司为股东或关联企业,做了许多担保。 担保债务不低于10亿元,二是关联企业的投资势力。 印象,刘三姐是融合民间传说歌先刘三姐,广西民族风情于桂林山水等多种元素的大型山水石井演出,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,每年演出500多场。 累计接待观众超过千莫人次,表演舞台为两公里的《黎江水域》和《十二座山峰》,总导演为张艺谋,超过600名演员演出,印象,刘三姐的成功,继而衍生出《印象丽江》、《印象西湖》等演出,来源。